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史东威尔城隐藏了非常多的细节 一不小心就会错过 今天我将会在这里做一个完成的流程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影片 同时也希望你可以点个赞和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以后的攻略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在开始之前我发现了在林姆格夫 我们还有一些道具没拿的 我们先来地图的这个点 进去这个塔这里 可以拿到这个远见护福 这个封印建牢里面的那只王其实等级还蛮高的 目前我们应该还打不过 不过你还是可以试一下 我就不试了 接下来我们往西边走 走到这个有树林的这个地方 这里 这里有一棵一级的端造石 然后我们往东边走 一直到这个前面有红色水母的地方 这里有个士兵的骨灰 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魔力油脂 接下来在这个傍海古遗迹这里 这是我们之前拿中立战灰的那个地方 这里是有个山洞的原来 这里是有个山洞的原来 这里就是这个圣龙灰护福 前面就是我们 我们游戏刚开始那个新手练习的地方 如果你之前有来过这个画家的破误的话 你会拿到一幅绘画 然后你来地图的这个点 然后你来地图的这个点 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龙溪废墟的西边 这里你会看到画家的灵魂在这里的 纸在这里的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祷告奉金龟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祷告奉金龟 跳上这个平台 这里会有一个敌人的 你接近他的时候 他会变成一只卢恩熊的 把那只熊打掉以后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道具 就是这个内敌幼体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让你重置配点的 所以记得拿了 然后在这个十一战者的破误上面一点点的这里 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骑士的 过去把他打掉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战灰黄金树立四 然后我们马上来这里 这里有这个骑兵长矛 然后我们回来圆座天堂一下 跟铁箱讲讲话 选择这个关于罗德利卡的选项 一直跟他们两个 这样来回讲话 直到他们的对话都讲完了 传送出去 然后再回来以后 这个罗德利卡就会变成一个 可以帮你升级骨灰的NPC 那骨灰也跟武器一样 是用两种不一样的材料来升级的 这些普通小兵的骨灰呢 你是用墓地灵蓝来升级的 然后有特别明智的这些骨灰呢 你需要灵异墓地灵蓝 那在我们出发之前 我们先做一点准备 因为下一只王 我们进那个城的门口 就会马上一只遇到一只王的 是挺难打的 在这个破屋里面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黄金种子 那个NPC走了以后 他会留下一颗黄金种子 记得在这里拿一下 那我打这一只王呢 我准备了就是要装这个 他很多攻击都是圣属性的 你装这个升红灰护斧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打的会轻松一点 盾牌呢 我用了这个铁币盾防的战灰 就是用挡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吃力 这里会有一只甲虫呢 记得打掉了 如果你还没打的话 我们不要正面冲过去 我们反面斗过去 他门前方的一只大炮的 点一下银河 记得召唤这个魔法师 如果你还是打不过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用一下换钩 只要用了以后呢 地上你会看到一些硬能 你可以召唤其他玩家 过来帮忙了 但是我建议这个魔法师要造 我在网上查资料呢 可能好像是跟任务有关系的 所以这里照一下这个魔法师 好 开始 哇 法师这么猛呢 再来 再来 哎呀 好像不能用了 再试一下 不行 这个球区好像只能用两次 用一个灵药吧 哎呀 没了 哎呀 他这一招高跳了 这个锤子一定要躲好 就算胆料也是扣很多血的 嗚 不能让魔法师死了 死了应该也不太影响剧情的 但是还是尽量吧 哦 还差一刀 还差一刀 打赢了以后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护肤皮带了 你就能夺放在这些护肤皮带 Ten 再打赢了一项尽量 你就可以重复一个护肤和鬼带了 你就可以夹放了一次 你就可以装一个护肤皮带了 如果把这些灵药剥成了 你就可以装护肤皮带了 这两个目前是我最喜欢的护肤 这个铁币铁币盾防要保留一下了 在城堡里面还挺好用的 点一下烟火 右边这里有东西 换购纸药 左边这里跳下去 开一下灯吧 火油纸 这里的话 拿一下这个 应该没有其他东西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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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下去就是刚刚我们去过的那个地方 这里有个NPC跟他讲讲话 他会叫你不要从正门进去的 但是这里最好选择我知道了 因为如果你从正门进去 他会帮你把那个正门给打开了 但是里面有超级多炮台瞄准你的 所以说二周末再来试吧 我们先从车门走 好吧然后就马上往左走 一级轮 好吧在这个区域你就会开始看到对面这只鸟 这些可以说是这个游戏最麻烦的敌人 所以要备好弓箭了 会飞摇脚上还有刀的鸟 会飞摇脚上还有刀的鸟 不错 不错 他可能会有刀的鸟 是只有2 network 但是没看位大陆 さ zou 不错 就能吃了 的 我好像不错 所以我不能的 怎么说要找一个 我好像不错 你怎么可能要吃 不是 最新的 其实 有时候它们攻击会打到你背后的 很奇怪的 所以是真的很烦人的这些鸟 来一下炉剑 进去 接住 让这些揉摇 的 好 小 大 啊 3級的斷造石 然後我們往這個斜坡上去 上面這裡有一個敵人的 小心不要讓他發現 不然他會吹那個腳號叫更多人人過來 我有點 有點難度就是了 這裡有個皮盾 黃金爐彎 上面這裡還有敵人 他們會丟那些火焰壺的 所以要注意了 這裡還有兩個 然後這裡裡面有一隻拿斧子 比較大的敵人 這裡可以用鐵壁盾防了 這樣他就會彈刀 打起來簡單多了 這個勾爪 我們繼續往上走 你看到這些桶的話 如果你有火箭可以打掉 會爆炸的 上面還有人丟這個火焰壺 我還是用弓箭吧 我還是用弓箭吧 這裡也一樣 同樣他們還是會丟火焰壺的 我們在這裡走一下 接近鬥過去 我好像是撞了兩個護符 變成負重了 把這個 OK 可以了 好 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這裡出來就是另外一邊了 這裡出來就是另外一邊了 在這裡 我都不記得了 火星碟 下面有個東西 是不急著拿 一會兒我們下去的 一會兒我們下去的 這裡還有有沒有別的東西 應該沒有了 那這個門呢 前面這個門呢 你進去以後 門會被鎖上的 就是門前那個MV 就把門鎖上了 裡面有一個很猛的騎士了 所以檢查一下 先補一下藍 我主要拿這個鐵壁盾防的原因 就是防這些騎士的 在這個城堡還挺多的 就是讓他們彈刀 你就可以反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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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臭要死 差一點死,嚇死我了 取劍護符 下個就是要往這裡走 快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个白银鸟爪 看一下笔记 这里好像有个东西的 蘑菇 然后我们一直往上 上面有个骑士的 我们先不理他 马上就到萤火了 这里有个骑士 先不理他 休息完以后我们继续 这里对面有个东西可以拿的 我刚刚拿的时候忘记露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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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往下跳 这里还有一个 乱堵垃圾 这里就是刚刚拿火油纸的地方 我们这里 跳过去 你直接传回去这个成长塔 好的,接下来我们往上走 拿一下匕刀 拿一下匕刀 好,这里要潜行了 不要急着冲出去 左边有一个鸣笛的敌人 你要小心 因为这里的敌人还蛮多的 他一鸣笛你就会被围殴 可以拿一个二级的黄金炉瘟的 刚刚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拿了 这里一个,旁边有两个 旁边有两个 好,这里没东西 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跑酷的时候了 这里转右 这里有一把石仙钥匙 不要急着往上下跳 下面有一只 强化板的鸟 它不止有刀 它会喷火 它不止有刀 它会喷火 嗯 有一个表情 这里助跑一下 好暗 看一下灯 二级的锻炒石 要往对面走 遠距离攻击 解决敌人 因为左边还有三个人 准备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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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一个勾爪护 这里你可以刷这些鸟的 拿那个叫拔蜂羽毛的 这里对面可以跳下去 要助跑一下 哎呀,我才打到一只 好了 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传回去这个塔 然后我们继续 刚刚回去了一下 武器还差一颗才能升级 所以 这里这些鸟很烦的 他们还可以用这些火筒来炸你 所以不要走太快了 用一下弓箭 来 这里还有 你看 这里 小心 哎哟 哎哟 回去升级一下吧 好的,升级回来 继续走这个 有鸟的平台 这里还有一只 这里还有一只 然后我们 左边这里可以跳下去的 哎哟 这边没有东西 这个图实际上是隐藏的地方太多了 要一边玩一边做笔记 哎 甲虫 在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很猛的奇事的 要注意一下 先不要急着跟他打 先不要急着跟他打 我们先把那个捷径开了 再过来挑战 会比较方便一点 不然你 每次死掉要过来 好那些 好那些 要过那些鸟实际上是凡人了 好那些 要过那些鸟实际上是凡人了 好那些 好那些 这些鸟实际上是凡人了 好那些鸟实际上是凡人了 好那些鸟实际上是凡人了 你看看以后等级高一点可以去挑战 我们现在把这一只打了 试一下 打不过我就以后再来打呗 是哪里 来的 是这边 哦 这里 这个其实呢 连招还挺多的 攻击机会很少的 所以千万不要摊到 他还有这招往地上一踩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他是 双手磁剑或者是单手磁剑 双手磁剑的话 他会连四下攻击力很高的 你要注意了 直砍 然后两下 哎呦 我的剑太短了 现在他还有大招呢 哎呦 刚刚这个凤凰是物理攻击 我建议用挡吧 很难躲的 哇 整天忘记他这个龙尾 哎呀 他的连招开始会变多的 只砍 回旋 哎呀 没躲好 哦 哦 赶快喝药 如果他不攻击你的时候 像这种你吃药的话 他会出招的 挡 挡 哎呦 哎呦 哇 不小心把盾牌拿走了 一刀 哎呦 哎呦 一刀 3 4 好 好 這張擋 這個大的 嘿呀看不到 嘿 1 2 6 好 終於打掉 這個其實是真的不簡單 你現在打不過可以 以後升了級以後再過來挑戰了 反正他就在這個捷徑的旁邊 那我這個影片 沒打多少已經過了40多分鐘了 我們就在這裡停一下吧 我們下一期再見